就能想到高架桥底下还能又卖羊汤的地方 这个环境也是特别接力气 踏破铁蝎无名处 这是学了个美女摊主 你好老板 哈喽 这个羊肠子是多少钱一斤 60 给我来30块钱的吧 行 加工费多少 不要钱 美女我看你这手这么嫩 这也不像是干羊汤的 没办法我就是 你做这个羊汤做了多少年 羊汤 我们家干了有20多年了吧 在这个集上我干了三年了 好 上成要一下 你多大年纪了 我18了今年 像吗 我看像18的吗 长得蛮成熟的 像18像 像 再来点辣椒 花生油 是自己做的花生油 我看这个造型有点像叶湖 我就吓一跳 让房子先加锅炒一下 随计有男朋友了 还没有 就是只忙于事业了 是因为现在的渣男太多了 不想找 还是担心比较好 有机会我俩出个对象 不 有机会我给你找个对象 我就想让你这样的 哈哈哈哈 你不是一会儿想给我多了十万钱的加工费吗 哈哈 给你放两头饭 自己喂 来两头蒜 好虾肉 全部都是青椒 你学过厨师吗 没学过 没学过 就是自己研究的 刷短视频学的 哈哈 我看这个色香味就全了 那小颜色就已经上来了 好关火出锅 这油有点多呀 我把油给你露出来 好嘞 好嘞 出锅 美女你得有一米七吧 我一米七三 一米七三 这打高个 炒菜都白瞎了 哈哈 一份小羊肠子 配点咱们这个45度的瓜干饺 看它这羊肠子外表都已经被编得特别酥 这个羊肠子挺有嚼头 中规中矩 家常的味道 挺不错 再配上一碗咱们45度的瓜干饺 这个瓜干酒喝着挺不错的 气品它有一股地瓜干的鲜粉 你看在山东老一辈人都拿地瓜干去酒厂换酒喝 这小酒挺不错的 推荐 再配上一大口羊肠子 今天这是用菜配好酒